李子柒发端午节粽子视频被韩国网友举报下架 通骂之余我们要自行 可是,最近李子柒的文化输出却遇到了阻力 6月24日,李子柒之前在海外平台发布的泡菜和端午节粽子视频被韩国人举报下架 好饭不怕晚,2009年,中国端午节就已经生意成功 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做名录 让很多网络喷子,特别是很多韩国网民的激进者备受打击 可是很多韩国人就是有着盲目的自信 看到李子柒发端午节吃粽子的视频 他们的爱国情怀就受不了了 就大肆举报,导致了视频被下架 韩剧作为韩国文化输出的重要部分 你仔细观看里面出现的物品,能用韩国本土品牌 他们基本不会用别的,像手机基本都是三星 汽车基本都是现代 泡菜不是韩国独有 端午节吃粽子更是和那些韩国网友没有半毛钱关系 凭什么下架李子柒视频